嗨我艾莉 自己一起去今年3月櫻花滿開的京都藍山 旅程從板極藍山站開始 一下車在月台就被滿滿的櫻花包圍 超浪漫 人家說你想要體驗藍山最輕鬆的方式 就是人力車 太年了 大家都在野餐 這裡的櫻花是以這種粉白粉白的燃錦及夜櫻為主 是一場春天裡的白雪 另外藍山的櫻櫻也非常有名喔 好漂亮喔 它這種是垂下來的 然後白色是開上去的 藍山有和服出租體驗 1900幾起跳 這應該是很便宜的啊 頭髮980 如果男性也穿的話 9% off 那這個是卡古 卡古 好好吃喔 路邊隨便一棵櫻花樹都美得像偶像劇 到的時間是中午 少花錢先來填飽肚子 這家店叫媽媽 井 草皮上都是櫻花花瓣 我們來吃這家會不會破產啊 這家店平均消費每人約2500日幣 有看到後面的烤爐嗎 和風庭院的外表下 招牌菜是搖烤披薩 套餐的部分首先是一份光吃它就飽了的沙拉 再來是這個可以免費再來一份的開胃菜 原材料感覺是真材實料的新鮮蝦醬 外酥內軟又香又燙口 好吃到我立刻請店員再給我一份 我們的餐點都是點當日限定款 所以我已經不記得菜名了嘿嘿 材料很簡單 但是好吃到決定此生必再訪 義大利麵也是當日限定款 用料超實在 還有副餐小麵包 記得盤你的橄欖油用它刮乾淨 真的好吃到連盤子都想吃掉 最貼心的是不用我們開口 店員就主動提供分食用的餐具 看看這肥瘦的姑姑 超想現在就再來一盤 套餐加點飲料可以折200日幣 用餐氣氛輕鬆愉快 一點都不拘謹 吃飽飯後我們就往中之島公園前進 這邊有藍山蓋頭可以拿耶 從駅出來 然後現在這個是中之島公園 這邊這邊開滿櫻花 再走過杜月橋 就是大家看竹林的地方 有人要死掉了 中之島公園裡面有滿滿的櫻花 還有滿滿的甜食 這公園超美 這邊有賣那個 看起來很好吃的大角營蒙 有八隻地瓜 跟地瓜脆片 外面有果糖那一種 然後有那個 炒地瓜上面放冰淇淋 覺得那可以感散 這家韓籍專賣店叫 雖然有點小貴 地瓜一份就要500日幣 但看上面那一層米 誰受得了 我們來坐這裡吃 地瓜切片 然後加上糖 再把糖噴香融化 再濃生一個冰淇淋 冰淇淋被風吹到我手指上了 糖噴香融 因為真的不錯吃 所以我們又帶了一份薯片 結果這薯片超好吃 外面裹的糖是乾美味的 甜而不膩 我超後悔吃賣了中份 這真的好吃到 我把袋子裡每滴糖漿都舔乾淨了 如果你喜歡吃拔絲地瓜 記得日本拔絲地瓜叫大學育喔 天氣好好 睡覺大家都出來玩 那根鴨子在拼命地往前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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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沒有想下河 感覺很趕快 然後來到海邊一樣 哈哈哈哈 風超大 那是本宋耶 連在廁所旁邊的櫻花都這麼美 好可怕 看我的頭髮 看我的頭髮 這就是這裡的特色啊 還有女生的能力車 你捨得坐嗎 這麼可愛 哇 這是在排什麼 這不是就是炸天婦羅嗎 不是啊 炸魚板 喔 是不是豆皮啊 你說這個嗎 可樂餅 可樂餅 在這樣子的櫻花下 那些不合理的紀念品價格 突然都變得合理了 我們從杜月橋走到金服鐵道藍山站 然後轉往天龍寺方向 喔 這個茶果 這個茶果超貴 這是京都限定超人氣辦首領 它有點像是抹茶口味的白色戀人 它裡面也是白巧克力 然後你看 它三枚路叫415 金服鐵道藍山站對面 有這樣的伴手禮集合商場 方便你一站把卡刷爆喔 這是電吧 對啊 可是他說 去天龍寺的路上發現這家店 他說可以穿過店裡 就到天龍寺境內 感覺失調捷徑 走看看 喔 這裡可以吃湯豆腐定食 可是我實在是覺得這種沒有味道的東西 不太行 這裡啊 取折 對啊 霉峰 霉峰好重要喔 我們剛剛如果只走一點點就從這邊轉進來 有種被欺騙的感覺 值得啦 這水乾淨到你仔細看裡面是去年秋天掉下來的楓葉 哇 滿開耶 走 現在在這裡 然後如果我們走進去田園看完花 就可以直接來這裡看竹林 好 這邊是車站 不錯耶 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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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